欲望大,意念散乱,学克制,控制人生 意念散乱的人一定会有碳膝盖 这个人的意念越散乱,越得不到好的东西 比如,我买这个东西好吗?不行不行,我买那个吧 就像一个人到衣服店里去挑衣服一样 试了好多件,看到最后,哎,没有一件适合我的 这个碳膝盖就来了,对不对呀 所以一个人的意念散乱,就会形成他的碳膝盖 因缘不好的人得愚痴 因为一个人的因缘不好了,一定会越来越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女人谈恋爱总失败,年纪越来越大 到了后来就傻傻的,看见人就说 哎,帮我介绍介绍,有没有好的 差一点也没有关系,我都要 傻了吧,愚痴了吧 因缘不好了,什么都要了,对不对呀 一个人的因缘不好就会得愚痴 因缘不只是代表着夫妻的因缘 还有孩子,老师,同学等等 你们学佛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恨这个人 有的恨那个人呢 这些都是因缘所为 因缘不好了,开始增于吃了 不开心了,吵架了,就是因缘不好了 东西被人家偷了,被人家罚款了 增于吃了 有一个人,就是经常被人家抄牌 他恨死抄牌的人了 有一天下雨,他看见那个人在抄牌 他戴个帽子,戴个大口罩 冲到抄牌的人面前 把口罩往下一拉 朝人家脸上,呸,吐了一口痰 然后,就快快逃跑了 愚痴了吧,你们说他傻不傻呀 因缘不好了,总被人家抓住罚款 他不去怪自己不好,老怪人家的不是 要懂得因缘,嗔恨让人愚痴呀 障碍多的人,其实是缺少念佛心 因为你的心没有念佛心 所以障碍会越来越多 在人间,谁没有烦恼呢 应该在平时就预先提防 要知道,人间谁没有烦恼 烦恼之前,要雨先提防 在还没有发现之前 我就要当心了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 再懊恼,再痛苦,再抱怨 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给了你很多信息 而你不知道 就像一个人,闻闻这个东西 有一点臭了 看看边上的人吃不吃 看见人家吃了,肚子马上痛了 你就不会吃了 这就叫预防感 自然遇到的境界就会逢源 因为你预先提防了 遇到境界的时候就会逢源了 明白了吗? 比如我的身体不好 我事先把药都准备好 只要一发病我就吃药 立刻就会好了 就不用送医院了 所以要知道,突发事件 就算是突发了 你马上就知道了 这是灵性业障的激活 你顿起绝招 什么叫绝招? 就是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和照顾它 照顾它就是解决它 去帮助它 你就很快地消除了业障和灵性 要去除你的物欲 及五种欲望 铲除你六尘的享受 五欲和六尘 师父曾经给你们都已讲过 今天就不多讲了 人生在凡尘 这个享受 就是人必须享受凡尘的境界 并且以为很开心 今天有东西吃了 明天有一点钱了 这就是凡尘的享受 要克制住自己 很多老伯伯 看见小女孩已多 马上就开心了 这个也叫凡尘 六尘境界必须克服 很多人看见吃的东西 就馋得受不了了 那也要克制 这些在人间所有的东西 都是六尘的东西 都必须要克制 明白了吗 六尘对六境 境界是根据你尘世间的欲望 所产生的很多的境界 同样是在凡尘 如果你的境界很高 你就可以到菩萨的境界 不同的境界 在不同的界 可以在阿修罗的境界 可以在凡人的境界 同样在人道当中 可以进入一个圣人的境界 也可以进入一个穷凶极恶的 强盗的境界 对不对 动于欲 欲迷则昏 任呼气 欺骗则利 动于欲 就是一个人一动在于欲望 一个人的欲望促使着他在动 现在的人 没有欲望是不会动的 因为我想去买东西了 我人才动起来 因为我想去谈恋爱了 我这个人才会动起来 因为我想去赚钱了 我才动起来等等 都是欲望 没有欲望他会动吗 你们现在 来跟师父学佛法 都是动于欲 你们动 是为了这个欲望而来的 你们是什么欲望呢 学佛后身体好了 工作好了等等 欲迷则昏 欲望让你迷惑了 让你昏昏沉沉的 很多皇帝周围都是女人 到了最后就昏昏沉沉的 故里朝政呢 欲望多的人他就会迷惑 迷惑了之后则会昏 昏昏沉沉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你们不要有多的欲望 欲望要少一点 任呼气 就是你随便的在乎一件事情 和不在乎一件事情 都流赖于你的气 你今天气顺了 开心了 这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了 就像你们看见师父 开心了 你们就开心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乎于你的气场 气偏则利 如果气偏掉了 就是想不通了 就会哭丧着脸 气不能偏 生气就是偏了 气要正 气正就是想得通呀 师父常说 常常原谅自己的人 是得不到上天的原谅的 只有自己对自己很严格的要求 我怎么又做错了 我是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这样上天才会原谅你 就像你坐公共汽车一样 不小心踩了人家一脚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人家就会原谅你 如果你踩了人家一脚之后说 不是我不当心 是车上这么多人骑 谁让你把脚放在我这里的 你想想看 接下来会是什么结果 也许人家会一拳给你打过来 一个人动不动就原谅自己 是永远得不到菩萨的原谅 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内心原谅别人 他的心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要真的原谅人家 不然心不安理不得呀 不原谅人家自己的心里就会很难过 心就会不平安 其实平凡是生命真实的面貌 如果一个人说我很平凡我没有关系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真正拥有生命的人 要明白一个道理 人要平凡 在一个岗位上 要默默无闻的做事情 不要哗众取宠 做的事情平凡一点 生命无常 刹那生命 明白了吗 一刹那生命就没有了 一刹那一个小生命出来了 不要被你所接触到的 幻境幻影所蒙骗 多少人生病三个月就死掉了 进医院出医院 进进出出 眼睛一晃三个月就走了 一个活活的大人就没有了 难道这还不是幻境吗 懂得制服自己的人就有自由 也是在做自己的主人 如果你能制服自己 克制住自己 你就是自己的主人 你嘴馋的时候 我就想吃 我忍不住 你就是不能制服自己 就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咬咬咬牙克制自己 克制不住自己的人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奴隶 是肉体的奴隶 如果能克制住自己 能控制住自己 就是自己的主人 《金刚经》中说到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把过去、现在、未来 全部放下 心放下了 你的忏怒心就会离开你了 因为你的心放不下来 你的恨心就永远在你的心中 你把心放下了 我不恨了 恨心就没有了 一称怒 有时会变成一场大祸 抛弃烦恼 就是一个真正的修心人 这么多的烦恨 放在脑子里干什么 脑子里的东西还不够多嘛 一辈子装到现在 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看看 全部都是盛汤烂骨子 全都是肮脏的东西 坏的东西全记住了 好的东西记不住 你们把一辈子不好的东西 恨呀 寄人家的仇呀 全部装在脑子里 会是一个好人吗 明白了吗 做人真的要想得开 放得下 能放下 就是一个学佛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